不能自焚 最最最最最效的 多 responsive 多彈 你看看這條鏈給大家看看 或者送一對給媽媽 我們逛街裡都100分 Hello 大家好 我是Outdoor Living的店長 我叫飛機 很久沒跟大家拍片講解產品了 這次要介紹這對 真的不介紹不行 忍不住要跟大家介紹 穿了這對跑鞋 好像有一個初戀的感覺 以前跑步 或者是我們行山 選球鞋的經驗講起 以前還有一個叫價錢先決 因為以前的球鞋 小時候讀書的時候 整天又上山 又跑步 又打球 全部混在一起 我們這些球鞋其實很快就爛了 所以每次進去的球鞋店 基本上看最低的那一層 最便宜的那幾雙 樣子好帥 那樣子好帥 很長時間地 其實都沒有很認真去選球鞋 以前我叫球鞋 這對Ultra我叫跑鞋 是跑鞋 這對跑鞋也是一個跑步高手 以前香港跑步界都有一些排名 他介紹給我的 那我就已經有另一雙 跑起來 開頭有一點點不習慣 小腿好像比較累 跑了幾次就OK了 但是我發現膝蓋 是沒有以前起步 或者是跑到差不多會有點痛 那個膝蓋就比以前好 這個Ultra有新款出 我很想介紹一下這雙鞋給大家 叫做Ultra Throne 4.5 Plus 我自己第一次穿上去的時候 覺得它好像踩上一個很好的鞋子上面 但是它不是一味只有淋 如果是啫喱 你踩上去就淋了一塊 但是它給了一個很好的彈力 踩上去就淋了 它會彈上去 多負責 多彈 你看看這裡捏上去給大家看看 那個回彈力是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老實說 我最近穿那麼多 跑鞋也好 球鞋也好 這雙鞋的鞋子和回彈力 真的欺負到好處 是最最最最最最最效的 所以我這雙鞋不能自拔 我想我已經中毒了 所以為什麼我懷有初戀的感覺就是這樣 我一穿上去 我直接摸了嘴 為什麼會這麼舒服呢 那個彈性 這個是給我第一個印象 而另外 你看到這個頭的型 好像很奇怪 這裡是特別闊過人的 對鞋子也是這樣的 是特別闊過人的 它是有一個加闊了的toe box 它叫做這個設計 Food Shape 你想想你的腳 也是腳中間會比較窄 腳肘是窄 腳前掌和腳趾是比較闊 所以它就不會像其他鞋 就是為了漂亮 而把這裡收窄了 變相你的腳趾可能會拍在一起 就沒有那麼舒服 而且那個爪地能力就沒有太多 因為你的腳趾攤開一點 其實那個爪地能力會更加好 這個是它一個Food Shape 一個特大的toe box的設計 Ultra的最大的賣點 就是它這雙鞋叫做 Zero Drop 一般的球鞋其實都會有一點點 我們叫做暗爭 即是後面的腳跟位是會高於前掌的位 這個數字就叫做 Heel to Toe Drop 簡單來說就是暗爭有多高 Ultra的運行就是 Zero Drop 鞋爭的厚度和鞋前掌的厚度 基本上是一樣的 是零的 其實會導致什麼呢 我現在嘗試模擬一下 如果你有一點點暗爭 你的腳在某程度上會傾向腳爭才落地 腳爭落地有什麼不好處呢 根據Ultra他們所說 試想一下好了 不要真的試試 你試試跳起 然後用腳爭落地 你就會覺得整個人的震盪 由腳爭的一路上上上上上 上到頭頂都還沒震完 但如果你跳起之後 用腳前掌落地 其實你就可以用到 Achilles和小腿肌肉 去做了一個緩衝 一個緩震 即是用人體的槓桿 做了一個緩衝的力 其實換句話來說 如果這雙是Zero Drop的話 其實你跑步的時候 就會傾向用腳中掌和腳前掌落地 變相你還有一點點走盞位 可以用到Achilles和小腿 這個是在模擬的小腿 小腿幫你換震 剛剛之前那雙Ultra 我穿了大概幾個月左右 我至於跑步 真的感覺上是少了 膝蓋有時候有點痛 年紀大了 Zero Drop是可以針對這件事的 所以為什麼我說 我說第一次穿那雙Ultra 小腿會特別累 因為它多了這個動作 那次我特意穿不同的鞋 一隻Ultra 另一隻就穿我舊的跑鞋 A記 兩隻腳跑完回來 Ultra那隻是累一點的 但是這個感覺 我跑了我想三次左右 第三、四次開始已經沒有這種感覺了 開始習慣了 跑鞋來說也算輕了 這個現在是240多g 我穿US8號半戒 另一雙我自己的跑鞋 這裏有320g 320g和240g 你不要小看幾十g 都節省了三成多的重量 另外想給大家看看 其實它的物料都很通氣 打開一點點鞋 你看看 都故意加厚了 有海綿 腳跟這個位置也是一樣的 你看到上面這裏 都是加厚了 腳跟那個位置真的沒有那麼厚 其實腳一穿下去 就叫做Lock in 一穿下去 那位置就吃得對 而它後面也是軟身的設計 減少的構圖 就偷輕一點 這個軟得離 我覺得它能鎖到腳的 它不會軟得離 又會到處踏 所以你會看到這雙鞋 整體來說設計也頗細細的 防滑鞋底 跑了一兩次 還有穿來逛街上班 也頗舒服的 我太太也試過穿過 她說因為那個Toe Box 在這裏的鞋頭夠闊 所以穿下去走起來 是很舒服的 加上底部 Cushion做得好 好像走上軟墊 而腳前掌又舒服 另外我們還有兩隊 上了架的 一隊叫Riflera 那個底是薄一點的 沒有這隊那麼軟 那麼彈 可能追求速度多些 可能那隊就不適合你了 這隊叫Tron 4.5 Plus 另外一隊Riflera 都是跑街用的 輕行行山都可以的 如果知道有時行山 是有石屎路的 我都是穿普通跑鞋去都可以的 那個地形複雜一點 可能多些碎石 或者多些泥地的時候 另外有一隊叫Lone Peak 就是底部跟這些不同 都是Ultra的出品 Zero Drop一樣的 只不過最主要的分別 就是底部大啞一點 凹凹凹 比較大一點 是一些碎石 或者是一些泥地 咬地就會更加好 希望大家不要像我這樣 買球鞋只是價錢先缺 或者叫帥仔先缺 原來這個世界上真的有很多牌子 是很努力去做的 真的讓你跑步的鞋出來 希望大家穿到這隊 Tron 4.5 Plus 的話 跑得舒服 像我這樣 不要那麼容易受傷 介紹給我那個人 有些排名的那個人 他都說 如果一早有這樣的Tatology 我就不用那麼快退役了 出得來走就 預料要還的了 早點保護自己 早點穿好 介紹這隻鞋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